北田 接著的一年 博式底在加皮羅衛國的離居律政社安居 雨季之前 佛陀已經回到他的故鄉 因為有消息傳來 華式家族和格倫的驅離國 正醞釀住糾紛和騷亂 驅離是佛陀母親的家鄉 耶穌陀羅也是從那裡來的 這兩個國家只為勞系多河所相隔 糾紛的起因 也正因為河水的使用權而引起 一次罕災之後 水量不夠兩國灌溉農田 雙方都計劃建築水壩 以取得罕後剩下的少量河水 起初彼此的紛爭 只是限於農民在兩岸粗言對罵 但是很快就演變成為情緒高漲 互相釘石的場面 一旦警衛隊被派遣來保護居民 事情就提升至兩岸有衛兵排列 氣氛緊張 這樣的局面 令人擔心隨時會引發戰亂 佛陀首先希望明白衝突的真正原因 他親自詢問在河岸駐守的釋家族長官 他們指責拘離的居民 威脅釋家族居民的生命和財產 他接著又詢問拘離那邊的長官 而他們就說釋家族的居民 威脅拘離居民的生命財產 直至佛陀直接和沿岸的農民查詢 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缺水 因為佛陀和兩國的特別關係 他才正得雙方的同意 讓驅南摩利王和善安弗王 會相談判 他更勸喻兩方早日做出和意 以免生起戰禍 因為無論誰升誰拜 雙方都必有損失 而損失是可大可小的 他說 兩位陛下 你們說什麼比較珍貴 水還是人命 兩位大王都同意是人命可貴 佛可憂啊 陛下們 今次的紛爭是由於缺水貫田 如果不是人性的傲慢 和真偽所煽動 今次的衝突實在很容易和解 更加不需要動武 仔細審查你們的心 不要因為傲慢真偽 而令人民的血白流 一旦真慢清除 引致戰亂的緊張氣氛 也都會自動散解 你們不妨坐下來 好好研究 如何將河水平均分配 以供目前天看之用 這樣雙方都肯定有同等的水量應用 經佛陀的調停和輔道 雙方很快就達成和解 友好和和諧的關係又再次恢復 摩南俱利王請佛陀留在釋迦國安居 今次是佛陀正道之後的第十五個雨季 安居過後 佛陀南俠 他在阿拉皮度過第十六次安居 第十七次是竹林 第十八次是距離 而第十九次就在黃瀉城 每次佛陀留在黃瀉城 他都喜歡住在紫棋渠陀的山脈上 這個山頂形狀似咒 所以有稱為靈袖山 貧婆娑羅王事上來這裡向佛陀請法 他甚至在這裡的山坡上捉了梯級 跡達佛陀的房舍 他又在有瀑流和水泉之處建起小橋 他喜歡將馬車留在山下 然後爬著梯級上山 佛陀房舍附近有一塊 好像數間房子大的巨石 旁邊的一條青崖 正好被佛陀用作洗衣清潔 而光滑的大石 就可以讓他在上面涼曬衣服 佛陀的房子 是用山上的石塊砌成的 從那裡看下來 景色葬禮而隱 他最喜歡在那裡看日落 舍利弗 幽流貧羅家業 穆堅蓮 幽婆利 提婆達多 和阿難陀等大弟子 都在靈袖山上建有房子 在黃瀉城和鄰近的地方 佛陀的增團 現在已經有十八個修道中心 除了竹林和靈袖山 其他比較知名的 有濕婆羅婆提山 沙波酸提家羅婆羅 七葉佛和低色佛山 後兩處都是深山的洞穴裡 阿摩巴黎和貧婆梳羅王的兒子 率伯家 現在已經是一名醫師 而且更加成為佛陀的在家弟子 住在靈袖山附近 他是貧婆梳羅王的私人醫師 而且因為醫術高明 專門醫治一些從前無法治癒的病症 而聞名於世 率伯家也照顧佛陀 和在竹林或靈袖山 給佛門的健康 每年冬天 他都安排一些朋友 贈送醫皮給佛門 以防禦夜間的寒冷 他自己也都送了一件納衣給佛陀 率伯家最相信預防性癒治療 所以他提議了一連串的衛生措施 給佛門實行 首先是要他們將食用水煮沸再飲用 又要他們最少七天洗一次衣 而且在寺院中多提供一些茅廁 他也提醒佛門不要吃流過夜的食物 佛陀將他的建議全部接納 納衣已經成為再家種的一項非常普遍的供養品 有一天佛陀見到一個佛門回來蒸舍 建上背著一疊納衣 忽可就問他 你那裡有多少件納衣? 比佛回答說 細尊,我有八件 你認為你需要那麼多嗎? 不是呀細尊,我不需要 因為人家供奉給我,我才收下來 你認為一個比佛需要多少件納衣? 細尊,以我個人的想法 三件就應該足夠了 就算在寒夜裡面也應該足夠保暖 我也是這樣想 在寒冷的晚上 我也只需要三件衣服就已經足夠了 從現在開始 我們就宣佈 每個比佛只可以擁有三衣一撥 假如有人再作供養 就只好不再接納 那個比佛鞠躬頂禮之後 就回到自己的房間了 有一天 佛陀站在山江上,遙望著稻田 他忽然轉過身來對阿難陀說 阿難陀,那塊新增稻田邊的黃金色稻田 多漂亮 如果將納衣好像稻田的圖案一樣 奉合起來,你說好嗎? 阿難陀說 細尊,這個主意很好 好像稻田適養的納衣真是妙極了 你曾經說過一個比佛的修行 就好像在玉田上植下公德的種子 留給現世和後世的人收益 供養比丘和向他學法修行 也好像種植福德的種子 我會告訴曾仲知 以後將納衣逢成田葬 我們又可以稱納衣為公德田 佛陀未宵,已是同意 第二年,雖達多前來黃蛇城提醒佛陀 他已經很久沒有去到紫原精舍了 之後佛陀就回到紫原精舍遇跪安居 這次是佛陀正午之後的第二十次安居 他現在已經五十五歲了 波斯力王很高興見到佛陀再來 他和一家人前來貪望佛陀 其中包括第二任妻子 佛陀莎薩蒂利和兩個兒女 虎生王子和拔之公主 這位第二任夫人也是釋迦族人 很多年前,波斯力王成為佛陀門徒之後 他就往釋迦國求取了一位釋迦族公主 摩南俱利將自己美麗的女兒 佛陀莎薩蒂利下嫁給他 與貴中的所有法會 波斯力王都沒有缺席 聽佛陀說法的人與日俱爭 其中一位大護法陸子母夫人 供奉了社衛城以東的貿密叢林 比比丘門 雖然她的面積較少 但是景色卻不給紫原精射信息 在她的眾多朋友相助之下 陸子母夫人在那裡建設了禪堂、港法堂 以及很多小房子 在社利忽尊者的建議下 他們稱這間精射為東圓 位處叢林中央的港法堂 就命名為陸子母堂 陸子母夫人出生於央家國的拔提成 她是一個名叫達納蘭家爺的大富者之女 她的丈夫是偉來自社衛城的父者 而她的兒子就曾經是尼光堂、約提子的門徒 所以他們兩父子初時對佛陀也不是點向往 後來因為陸子母夫人對佛法的建成 令他們也漸漸對佛陀的教導產生興趣 繼而要求成為在家弟子 陸子母夫人和好友善華耶夫人 時常往訪佛陀的精舍 給比丘和比丘尼們供養大量的醫藥、納衣和毛巾等日用品 她又答應支持摩克波蛇波提比丘尼的計劃 在行河東面的沿岸 興建一座被尼眾的修道中心 陸子母夫人是曾尼在物質和精神上的大支持者 她的慈悲智慧 不止一次排解了尼眾之間的小九分 當時有兩個很重要的決議 都是在陸子母堂做出的 第一個就是阿南陀成為佛陀的長期助使 第二個就是佛陀每個雨季都回到社會成安居 第一個決議最初是瑟利弗提出的 她說 在我們眾人中阿南陀師兄的記憶力最好 沒有其他人有她罕有的記憶力 可以將佛陀所說過的說話都複述得一字不留 如果阿南陀成為佛陀的長期助使 每次佛陀說法 無論是公眾法會還是私人開示 她都必定會在場 佛陀的現教是無上自保 我們是應該盡力將她保存的 過去二十年我們已經因為對此疏忽 而失傳了很多佛陀的教誨 阿南陀師兄請你代我們 以及未來的世人接納這份任務 成為佛陀的助使 所有的比丘都表示贊同社利弗的建議 但是阿南陀專者反而極力推辭 我見到有幾個問題存在 首先我們不知道佛陀自己會否同意 讓我成為她的長期助使 佛陀一向都很小心 不讓識家族的人得到任何特權 就算是對她自己的繼母 摩科波蛇波提比丘尼 佛陀都非常之嚴格 羅後羅更加從來未與佛陀共識 或者在她的房子上縮 佛陀也一直沒有對我給予特別的好處 我只是恐怕做了她的侍從 會被一些師兄弟誤會 我是有意用這個職位向佛陀討好 又或者他們被佛陀摘難的時候 會以為是我向佛陀指證他們 阿難陀看著摄利弗 繼續說 佛陀對摄利弗師兄特別讚賞 他是我們之中最具天分和才智的一個師兄 摄利弗更加是組織爭團的主導人 所以是佛陀最為信賴的人 但是他所得來的也是很多師兄弟的疾導 雖然佛陀一般的主要決定都會與其他人相依 但是仍然有不少人以為這些決定是摄利弗一個人策定的 雖然我知道這些傳言是非常無稽 但是我就是因為不希望會有同樣的誤會 才不願意接受這個重任作為佛陀的侍從 摄利弗專者微笑話 我是不會介意其他人因為一時的誤會 而對我產生疾導的 我相信只要我們知道要做的事是正確和有價值的 就不需要再理其他人的評論 阿難陀 我們都知道你做事一向小心謹慎 請你接納這個任務 如果不是的話 大到正法 今生後世都不能流傳下去 就算了 阿難陀專者默然而作 經過一番仇處 他終於說 如果佛陀答應我八項要求 我就願意成為他的侍從 一 佛陀不會將他的納衣送給我 二 佛陀不會分食給我 三 佛陀不讓我睡在他的房子裡 四 佛陀不要求我陪他去到在家弟子的家受供 五 如果我要接受在家人的供養 佛陀也會同行 六 佛陀可以讓我自行決定 哪些人可以獲得佛陀接見 七 如果我對他所說的有不解之處 在我要求下 佛陀會再次重複 八 如果我未能參與法會 佛陀要為我再講一片開示的禁要 六 佛陀尼尊者起身說 阿蘭陀的條件似乎很合理 我相信佛陀一定會同意 但我就不同意第四項要求 如果阿蘭陀師兄不陪佛陀前往在家弟子的家 他又怎能記下佛陀所說的事呢 就算佛陀對在家人又或者女眾所說的說話 都可能對後世很有利益 我建議當佛陀接受在家人供養的時候 除了阿蘭陀之外 他多帶一位比丘前往 這樣就沒有人可以說阿蘭陀有特惠了 阿蘭陀說 師兄 我不認為這是好主義 如果共食的人只有能力供養兩位比丘 那又怎樣 丘婆尼反駁她說 那佛陀和你們兩位比丘就只好食少點 其他的比丘都大笑起來 他們知道幫佛陀找一個適合助事的問題 已經解決了 於是他們就繼續考慮佛陀每個雨季 應不應該去到社衛城 社衛城的位置很好 因為紫原徵射 東原和比丘尼的道遠全部都在附近 他因此可以做增團的中心據點 如果佛陀每年都來到這裏 信眾就可以預先計劃 前來直接領受佛陀的法益 在家互發 好像吸孤獨長者和陸子母夫人 都已經答應提供所有醫藥食用 給前往社衛城雨季安居的比丘和比丘尼了 比丘們都在散會前 決定了每年雨季在社衛城安居 他們就立即前往佛陀的居處 和他報告他們的意思 佛陀對於他們的建議都因然接納 再要看立即恨 歐立雖然那樣 每年早前衛複製 歐立雖然一齡 歐立雖然一種改多期 歐立雖然有了 歐立雖然有奔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